就中獎了 中獎了卻是苦笑 因为58岁的陈女士 在镜头前可不是宣布什么好消息 她参加公费的低剂量胸部 电脑断层筛件 发现右下肺液有2.4公分的结结 结论是罹患第二期肺腺癌 医师认为原因可能是 她有一位同样得过肺癌的弟弟 没有想过 因为我妈妈认为我是健康宝宝 不可能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早期发现让陈女士从病魔前捡回一条命 尽管肺癌与基因遗传的基转不明 谜团代解 但两者间的症相关 可以从北戎的筛解数字 看到惊人结果 从111年到今年的1月 统计的结果 我们现在有106位的民众 接受公费低剂量电脑断层筛件 然后其中就是75%左右 就是有肺癌家族史 如果能早期发现肺癌五年存活率 第一期高达九成 第二期六成 第三期三成 但到了第四期存活率只剩一成 应该是一公分多 然后我应该是第零期 所以我算非常幸运 我常常讲说 我母亲给我两次生命 第一次生命当然是我的出生 第二次生命就是因为 因为我母亲我才知道 我们家族有肺癌的遗传 本身是有家族史 然后你又有抽烟的人 那种一天可能抽一包到两包 20年以上的这样的病人 我会建议他们终起一生 要做一次断层扫描 公费的低剂量松布电脑 断层扫描是国舰署的计划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有家族史 男性50到74岁 女性45到74岁符合资格 另外50到74岁的重度吸烟者 也能参加 若有家族史 甚至30岁以上建议自费检查 毕竟有关性命的事 真的不能轻忽 大爱新闻 网友谦林立一检员及台北报导